长期吃降压药本黄酸氨氯地平三个危害要重视 徐阿姨今年54岁是一名高血压患者 已经确诊高血压五年了 这五年来徐阿姨一直在吃本黄酸氯氯地平片 所以整体血压控制的也很好 但是在三个月前 徐阿姨发现自己开始频繁出现头晕头痛的症状 一开始徐阿姨以为自己是没休息好 所以每天早睡早起坚持了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之后头晕头痛的症状减轻了很多 但是下肢开始水肿 徐阿姨感觉自己的症状跟糖尿病足很像 心里一阵后怕就怕自己得了糖尿病足 于是立马去了医院找医生检查 医生检查完之后告诉徐阿姨 他下肢水肿的这个症状不是糖尿病导致的 不用太紧张 听到医生的话 徐阿姨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来了 徐阿姨问医生 如果自己不是因为糖尿病导致的下肢水肿 那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导致的 医生详细看了徐阿姨的病史 问了徐阿姨吃的是哪一种药 得知是本黄酸氨氯地瓶之后 医生告诉徐阿姨 他这是长期吃本黄酸氨氯地瓶而导致的下肢水肿 徐阿姨大吃一惊 自己都以为是糖尿病足了 怎么想都没想到 竟然是吃本黄酸氨氯地瓶而导致的下肢水肿 徐阿姨问医生 自己要怎么才能缓解下肢水肿呢 医生告诉徐阿姨 目前徐阿姨的血压比较平稳 所以可以适当减少本黄酸氨氯地瓶的剂量 同时要加强运动锻炼 避免久坐 这样才能促进血液循环 改善下肢水肿症状 回去之后 徐阿姨听从医生的建议 减少药量 每天坚持散步锻炼 一段时间之后 下肢水肿问题果真得到了缓解 徐阿姨欣喜若狂 逮着医生就使劲道谢 医生表示 这都是自己应该做的 医生还提醒徐阿姨 高血压患者 长期服用降压药本黄酸氨氯地瓶 有可能会发生三种危害 这些危害 平时也要注意 一 长期服用本黄酸氯氯地瓶 三个危害要重视 在说本黄酸氯氯地瓶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本黄酸氯氯地瓶是什么 本黄酸氯氯地瓶 属于五大降压药中的 钙离子结抗剂患者服用之后 能抑制钙离子进入血管平滑肌和心肌细胞 从而降低血压 本黄酸氯氯地瓶的效果很好 因此很多高血压患者都在服用 除了降低血压之外 本黄酸氯氯地瓶还能帮助缓解心脚痛症状 正常情况下患者在刚开始服用本黄酸氯氯地瓶的时候 医生会让患者的初始剂量为5毫克 每日一次等身体建议耐受之后 在逐渐增加 但每日不能超过10毫克 如果是身体比较虚弱的人群 或者是肝功能不全患者 老人等等 期始剂量可以改为2.5毫克 那么长期服用本黄酸氯氯地瓶到底都有哪些危害呢 1.下肢水肿 跟徐阿姨一样 长期吃本黄酸氯氯地瓶而导致下肢水肿的患者有很多 因为下肢水肿是本黄酸氯氯地瓶最常见的一种不良反应 本黄酸氯氯地瓶可以抑制钙离子进入细胞内 因此患者在服用此药之后 细胞中的钙离子浓度会降低 从而扩张小动脉 导致胶感神经兴奋 长期以往 血管过度扩张 就会导致下肢水肿 出现下肢水肿之后 患者也不要过度紧张 可以先去医院咨询医生 寻求医生的帮助 在医生的指导下减少剂量 同时 医生建议正在服用本黄酸氯氯地瓶的高血压患者 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有保持运动的习惯 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缓解下肢水肿 二 牙龈增生 长期吃本黄酸氨氯地瓶的患者 也有可能会出现牙龈增生的不良反应 因为本黄酸氯氯地瓶是一种钙离子结抗剂 会抑制钙离子进入到细胞中 牙炎处也会受到影响 出现药原性牙炎增生 一般情况下 药原性牙炎增生大多发生在前牙 下额处 夹侧等地 并且会伴随牙菌斑和牙结石 也不会疼痛 但是如果久不处理 就会导致牙炎炎 吃本黄酸氨氯地瓶而导致的药原性牙炎增生 大部分都是可逆的 患者停药之后就会自行恢复 但是患者不能擅自停药 因此就算发生了药原性牙炎增生 也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停药 三 头晕头痛心剂 头晕头痛和心剂 也是长期吃本黄酸氨氯地瓶的患者 很容易出现的不良反应 大脑心脏处的血管 也会随助钙离子浓度的减少而扩张 长期以往就容易导致头晕头痛和心剂等症状 患者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 不要注急 应急时跟医生汇报 然后根据医生的建议再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治疗 除了以上三种不良反应之外 长期服用本黄酸氨氯地瓶 还有可能出现消化系统 神经系统等不良反应 试睡 恶心 下腹疼痛等等 那么我们要怎么做 才能减少服用本黄酸氨氯地瓶给身体带来的危害呢 二 如何降低本黄酸氯氯地瓶对身体的危害 一 注意服用剂量 前面我们就说过 患者一天当中最多服用10毫克 千万不能超过这个剂量 有些患者在吃了本黄酸氨氯地瓶之后 感觉效果比较一般 就会擅自加量 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我们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药 不能擅自加量 还有部分患者在听说本黄酸氯氯地瓶的危害之后 会擅自减量 这种做法也是错误的 不管是加量还是减量 都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如果医生没有让减量或者是加量 就维持现状 正常情况下 医生是根据患者的身体情况来开药的 所以医生开的药 就是最适合患者本人的药方 若患者擅自加药或者减药 都有可能造成血压剧烈波动 对患者身体不利 因此患者在服药的时候 一定要按照医生的医嘱来服药 如果在服药的过程中 出现其他问题 可以先咨询医生 二 多运动 运动对于身体的好处不言而喻 坚持运动 不仅可以增强体魄 提高免疫力 还能促进血液循环 让氧气和营养物质 供应到各个器官组织 减少对神经系统的损害 同时 多运动还可以减轻心脏的负担 预防心剂等症状 三 定期检查 患者得了高血压之后 是需要一直吃药治疗的 因此 医生一般会根据患者的身体情况 让患者隔一段时间就来医院检查一下 但是很多患者因为怕麻烦 或者是为了省钱 往往大半年或者一年才检查一次 这样就导致医生不能及时发现患者身体的问题 也更容易出现不良反应 因此患者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安排 到了该复查的时间就要去复查 不要拖 这个时候省着点钱 等病情严重之后 要花的钱只会更多 了解完如何降低本黄酸氨氯地平对身体的危害之后 我们再来说说 在什么情况下 我们才可以停用本黄酸氨氯地平呢 首先 在服药期间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 如果免 呼吸困难 吞咽困难 心脚痛加重等等症状时 就可以暂时停药 其次 就是出现难以忍受的头晕头痛 心悸等症状时 也可以暂停服药 最后 即使水肿程度很深时 也可以暂时停药 不过切记 停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停药哦 三 关于本黄酸氨氯氯地平的谎言 第一 吃本黄酸氯氯氯地平会缺钙 本黄酸氯氯地平是钙离子结抗剂 会抑制钙离子进入细胞当中 因此 很多患者觉得服用本黄酸氯氯氯地平之后 会缺钙 这是真的吗 当然不是 本黄酸氯氯地平主要抑制的是 细胞表面的钙通道 而我们通常说的缺钙 指的血钙 这两种钙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也就不能相提并论 因此 吃本黄酸氯氯氯地平不会导致缺钙 第二 吃完本黄酸氯氯地平之后 立马就能起效 正常情况下 吃完本黄酸氯氯地平之后 要6到8个小时 血要浓度才会达到高峰 因此并不是立马就见效的 对于一些连吃一周的患者来说 一周之后 血要浓度已经维持再在一个平衡 血压整体就会控制好 本黄酸氯氯氯地平的降压效果是很好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服用它 比如说孕妇 婴幼儿 哺乳妻妇女 儿童等等 都不能服用本黄酸氯氯氯地平 一些老人 肝肾功能损害者 则需要控制好服用的剂量 否则有可能导致身体出现其他问题 不管是什么药物 在服药期间 都要注意不要饮酒 不然不仅会起不到效果 还有可能导致肝肾功能损伤 所以一定要注意 长期服用本黄酸氯氯地平 一定要注意它的不良反应 如果跟徐阿姨一样 发现自己有头晕头痛 下肢水肿等症状时 要尽快就医 在医生的指导下减少药量 严重时还应停药治疗